都已經紅燈 一台公車絲毫沒有減速 硬闖通過 旁邊的汽車看傻眼 不過制裁很快到來 後方警車目睹違規 急起直追 把公車攔下 我就是搶黃燈了 搶黃燈 比較硬 所以我現在才可以去調攔 對啊 我也就要了 事情發生在台中南屯 司機滿腹怨氣 認為自己只是搶黃燈 但其實左轉燈早就已經亮起 公車司機明顯違規 搶黃燈的情況 它有一秒兩秒的時間 現在嘛 平亮左轉鏡頭 是啊 要我們注意 沒有以後 這個都已經事實了 監視器留下證據 違規司機才坦誠 因為擔心霧點平看手錶 才會加速闖過 依法遭罰 不好意思 各位乘客 麻煩你們先下車 我處理一下好不好 車上發生爭執 報警處理 乘客們被迫下車 真的有多多 我都跟你說什麼 不要在車上車 對 他們會在正常車卡 人選機要車卡 正常車卡 台中系統區台灣大道上 一名男子疑似上車 堅持不刷卡 和司機發聲爭執 兩人僵持不下 報警處理 司機無奈 不斷向乘客道歉 處理糾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時候也要幫我動證 還沒有刷牌 是手鐵 他又要刷卡 所以是 有 有些刺激 警方到場時 男子已經離開 司機則表示 不需要警方介入了 乘客們倒楣 遇上紛爭 只能花時間換車 記得楊山城報導 台中報導 常車卡